大家好,我是阿Y,仔细看儿子的餐厅里妈妈正端着客人点的火锅端上了桌 又转身拿起扫帚继续扫着地,边上的儿媳妇苏瑶正坐在那拿着镜子化着妆 看见妈妈正磨磨蹭蹭的扫着地,狠狠地瞪了几眼,继续化着妆 还把擦嘴用的纸,狠狠地丢到妈妈面前 妈妈看见儿媳妇苏瑶丢的纸,抬起头看了看她 看了叹气欲言又止的又继续打扫了起来 这时儿媳妇苏瑶放下手中的镜子,看着妈妈说道 妈,你快点早哈,指了指另一遍继续说道 那桌客人穿走了,你赶紧把桌子收拾一下 说完便继续拿起镜子化起了妆 妈妈看着儿媳妇苏瑶,有些委屈地说道 苏瑶啊,妈这几天腰疼的厉害,我想休息两天 儿媳妇苏瑶听着妈妈说,想休息两天便生气地说道 我发现你这个老太太是怎么那么多呢 你休息店里的活谁干啊,我总不能养你个白痴宝吧 妈妈听完儿媳妇苏瑶的话,看了看她便又拿起扫帚打扫了过去 这时儿子小强钻着自己的茶走了过来 来到了媳妇苏瑶的面前,看着正在打扫卫生的母亲 对着媳妇苏瑶问道 媳妇啊,你说咱妈明天过生日,老二能不能回来啊 媳妇苏瑶不耐烦地说道 你傻,打了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 小强笑了笑说道,对啊,便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摸出了手机,拨打了老二的电话 这时老二阿耀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接通了大哥小强的电话说道 喂大哥啊,大哥小强便对着电话里的说道 喂老二啊,明天咱妈过生日,你回来不 阿耀听到大哥询问自己便回答道 我刚下打电话和你说一声 我明天还有个会估计是回不去了 接下来大哥又会怎么说呢 阿耀回到家看见大哥他们这样对待妈妈 阿耀会怎么做呢 让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 你放心,妈来我呢,大鱼大鱼都吃胖了 那忙啊,就别回来了 明天我给你嫂子,给咱妈个事呢 行大哥,那我回来家,妈你就费气了 然后一会儿我要秘书带你拿点钱 好嘞,老二 咋样,她回来不回来 不回来了,一会儿给她拿钱 这还差不多 哎,老太太,快点熟悉啊 刚才楼上有人喊服务员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王长,刚刚接到太平安通知 明天会议取消 会议时间订听通知 学校,那太好了 我妈正好明天播事 明天回家,给我妈播事 媳妇,今天咱妈公司 这二名爱吃如果咱就在家吃以后 不出息了 妈,我干完了赶紧过去吃饭吧 今天过去,你吃得好啊 行儿子 我问说要不要的 吃不太好啊 要不要的 买 我说你吃我 你吃 做得很大 你吃 他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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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我的 我吃 那我带你吃 我吃 你吃 再次回来,这肉吃过来也不好 还容易得伤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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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你不回来了吗 如果我今天不回来 是不是永远都看不到这一幕 老二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对兄妹你看 是不是照给咱妈堆肉呢 你给我闭嘴 你到我下吗 拿手又给我妈吃 你给我闭嘴 你到我下吗 你个不孝的东西 你是不是忘了 是谁剪破烂 一口一口把你被辣了 那是咱妈有能力的 娶媳妇了 你就这么对她 你还吃人吗 老二 那咱妈不也被饿了吗 你放屁 你吃的啥 我妈吃的啥 这就是所谓你的大女大妖 这就是你所谓的跟我妈给我上任 让我妈吃这个 我这几年不在家 我要秘书按时给你打钱 我给你拿钱开饭店 我就是要你多妈好一点 你天天大于大又 让我妈天天吃馒头 我要你吃 我要你吃 我给你打钱开饭店 我给你打钱开的吧 你俩现在就给我滚 滚 滚 小二人 你别生气了 别怪他们了 妈妈 你过得不好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儿子 妈知道你吗 不想麻烦你 妈 儿子对不起你 走 跟我回家 老大 你记住了 百善孝危险 你也有儿女 你也有老年那一天 你现在怎么对咱妈 等你老了 你的儿女就怎么对你 知道吗 妈 妈 媽 媽 媽 我錯了 媽